夢想 在棒球的世界中 一隻不乏從小就展現絕佳天賦的天才 多數人花了大把的時間還是沒能和他們比肩 但總還是有這麼一些人 靠著後天的努力,也成為了能夠超越天才的選手 今天的主角在他的棒球路上 對於天才這兩個字是相對陌生的 但他靠着全力挤走的态度和风格 成为了日子史上为数不多的2000安打者 也成为了日本职棒的代表人物之一 今天就来回顾这位传奇选手的故事吧 影片开始前先再次感谢Surfshark VPN赞助播出 是说已经2022年了 还有人不知道VPN是什么的吗 有的话也没关系我在这边再介绍一次 VPN的中文名称叫做虚拟私人网路 顾名思义是一种能够让你在上网时 创建一个虚拟网路来让上网更加安全 在现在这个已经离不开网路的时代 治安问题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了 VPN对于一个普通的网路使用者 最好的使用方式当然是建立虚拟的跨国IP啦 只需要一个按键 3秒钟就能够买到国外地区限定的商品 或是连线到国外的游戏伺服器 对于关注日本职棒那也是绝对必备的功能 如果你想要合法的观赏日本职棒的话 最好的选择就是使用Ott平台的Dazone 但Dazone上的日本职棒又只开放日本地区的网路使用者收看 这时候有了Surfshark VPN就万事OK了 一个按键就能轻松的转换到日本IP 打送的页面 Surfshark适用于几乎所有的平台 而且一个账号就能在无线的装饰上使用 不用担心付费了之后只能在电脑上收看 而且Surfshark还有提供30天的保证退款 现在点击下方网址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 就能获得一汽德的超优惠价格 不只超便宜还多送你3个月的免费服务 除了VPN以外 厂长线态还推出了Surfshark 1服务 里面包含了防毒软体、无痕搜寻、外泄检测等机制 这个组合包一样也可以使用优惠码享有折扣喔 盗夜赌记 入名Inaba Atsunori 1972年于爱之县出生 185公分94公斤 是一名左头左打的选手 守备位置是一壘和外野 20年的职棒生涯累计2213场出赛 打出2167只安打、261只全雷打 1050分打点 通算打击率是2成86 OPS0.806 拿过一次打击王和一次安打王 5次的最佳九人和5届外野金手套奖 日本一大赛的MVP、优秀选手和感动赏哥拿过一次 还有因为每次上场首辈都全力挤走 在2000年和01年都拿过speed up赏 盗夜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接触棒球 不过在那个时期他受到漫画足球小将一的影响 主要的心力都放在足球上 在小六时他甚至还担任了足球队的队长 一直到了国中才开始专心打棒球 并在高中进到传统的棒球名校中金高校就读 而盗夜也在刚进高中的这个时间点 在从小就会到的空港打击练习场里 遇见了一名还小他一岁的国山少年 套夜看见这名少年在120公里的左打球道里 可以几乎将每一球都精准的击中 深深觉得这个人也太厉害了吧 而这名少年正是同样出生于爱知县的传奇 林木一朗 不过当初一气肉那边 则是一直听到练习场内的人说 这名高中生将来一定会成为职业选手 而把他当作目标不断的经营自己的球技 后来他们也因为经典赛和地缘关系成为了好朋友呢 两人发迹的这个打击练习场的八号球道 如果有机会到明古市的话记得也要去朝圣一下哦 而套夜就在受到了一气肉的激励下 开始更专注于棒球的练习 他在高二时当上了球队的主将 随后在高三时成为球队的四棒打者 他也带领着球队在那年的下甲 一路打进爱知县地区大会的决赛 而且就这么巧合的 决赛的对手就是一气肉所属的爱公大名店 两队打得难分难解 一直到八局下半 才由爱公大名店打下自胜分 拿下那年的地区大会优胜 而虽然身为强豪校的四棒打者 套夜在高中毕业后 并没有获得职业球队的青睐 这边有个比较奇妙的资讯 我有看到一个网站上写 套夜高校有通算50轰的记录 但竟然会在选秀会上落选 真的是有点奇妙 不知道究竟是资料物质 还是真的不如球摊预期 总之是最后套夜进到了 也是出了无数职棒球员的法政大学就读 套夜在大学阶段 很快的在大一就被排进了球队的中心打线 当然他也曾在大二时 因伤修养了一整年的时间 在大三才回到球场 开始成为球队的主力 大四他担任球队的四棒打者 帮助球队拿下秋季联赛的优胜 整个大学通算86场出赛 有着2成80打击率 6只拳雷打50分打点的成绩 其实并不是非常出色的表现 但他也在该年的职棒选秀会上 被养乐多队在第三轮指名 同年的选秀会还有西口文野 多村人和城导建师等人 关于套夜的选秀是有一段特别的故事的 当时担任养乐多队监督的野村克也 他曾到场观看当时正在读大学的儿子比赛 野村抱着身兼球探的想法到了明治神工球场 那天恩正好看到了明治大对上法生大的比赛 而当天担任四棒的盗夜也正好有拳雷打的演出 野村下一次到球场看球时 盗夜又急出了拳雷打 野村随口问了场面的记者 他一共打了几轰 记者跟野村说 盗夜目前是3只拳雷打 野村心想 才打3只就被我看到了2只 便觉得这个孩子跟自己特别有缘 可能是因为自己当初也是在职棒监督面前 跑出一只场内拳雷打 才有机会见到职棒的机遇特别相似 于是在那年的选秀会上 野村告诉球探 想办法在第三轮把那个法生的四棒给选进来 其实当时球探对于盗夜的评价不是太高 认为他作为一壘手的长打能力并不出色 但面对任性的监督最终还是只能选择照办 还好最后盗夜并没有让野村失望 另外再说一个小故事 野村在他的著作中曾提到他在加盟记者会上 问过盗夜有没有其他球队的球探和他接触过 盗夜和他说没有 野村并接着问 这样被指名会感到困扰吗 盗夜和野村说 怎么会呢 我本来就想加入职棒 感谢您都来不及了 这让野村对盗夜是留下了极佳的印象 不过盗夜在几年后曾表示 当时其实已经有和禁铁队打成公司会指名他的 日本人的客套话果然是很得体啊 1995年球季 盗夜的首个职棒赛季 在野村监督的安排下 他开始外野的手背练习 根据野村的著作中提到 因为盗夜原先不是外野手 刚开始守外野时 有明显感觉到他的不知所措 所以他都会趁着队友在打击练习时 到外野追求来进行额外的守备练习 同时他也因为知道自己的臂力不是太好 在练习时都会对截球前的脚步特别加以训练 这样才能更快的在接到球后精准的传向目标 这样认真向上的态度都被野村监督看在眼里 于是在季中6月21对上广岛的比赛 盗夜迎来了职棒生涯的初先发 并在生涯的首个打席就急速拳雷打 三场跟四打树三安打还带有三打点的表现 这边有个有趣的小记录 日本职棒至今有67位打者 曾在生涯首打席就是拳雷打 盗夜是这67人中 生涯里基最多轰的记录宝石人 不过这项记录应该会在未来被村上中容超越 而虽然初登板就有气宇非凡的好表现 但盗夜并没有因此就拿下固定先发 甚至还一度打得有些挣扎 一直到球季后半的8月份才找回手感 最终新人年虽然没能达到规定打席 但也留下三层灵溪打几率 拔直全雷打 40分打点 OPS0.855的优异表现 其实这几乎已经是问鼎新人王的表现了 只不过当年广岛的三内太幸表现实在太过优异 以99%的妖岛性票数拿下该年的新人王 而那年杨乐多拿下羊连优胜 在日本一大赛上 野村也安排到夜在首场就让他先发出赛 看得出对于这位新秀真的是有很高的信任 只不过很可惜整个系列赛并没有打出任何安打 好在最后在洋将Omari的带领下 杨乐多队拿下了该年日本大赛的优胜 1996年球季 倒夜进到了开幕战的先发名单 随后逐渐取代了秦真师和黄景信雄成为主力外野手 成绩打出3成1打击率 11支全雷打 OPS0.829的表现 隔年97年球季 再打出生涯新高的21支全雷打 并在那年的日本一大赛上 5场初赛打出两队最多的10支安打 以超过5成的超高打击率拿下系列赛的优秀选手赏 也大概从这时候开始 和倒夜同期的公本圣野和真宗满也逐渐展露头角 野村建都也是印象深刻 每天赛前倒夜和公本都是最早到球场练习的 赛后两人也都会在相约留下来练习 这再次的证明了在球场上想要有好的成绩 对于棒球的态度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不过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球好心切 倒夜开始在球技中出现伤势 这使得他在1998年到2000年连续三年球技 都因为受伤导致出赛数皆没能超过100场 直到2000年球技 倒夜终于摆脱伤痛 再次有着破百场的出赛记录 并打出生涯新高的3成11打击率和25轰的成绩 倒夜的稳定发挥加上投手群的精彩表现 也让养乐多队顺利的拿下这年的央联优胜 并在日本一大赛上一举击败进铁队 睽違4年再次夺下日本一 只不过没想到后面几年 倒夜又受到一些伤势影响 虽然在03年达成完全打击的成就 是日子史上第56人 看得出来打击影响力依旧 但实在是不够稳定 连续3年都没能超过3成打击率 长打率也不尽理想 尽管如此 倒夜还是在04年球季结束后 宣布将行驶海外FA的资格想要挑战大联盟 可惜以那个时间点 倒夜的打击实力 确实比较难吸引到大联盟球摊的目光 而且那年的季后 整个日子的焦点都放在球界在边事件上 倒夜FA的消息真的没有引起太大的话题 最终没能议员到美国打球的心愿 而球界在边事件告一个段落后 向来对FA市场态度都是相当消极的日本火腿斗士队 不断向倒夜示好并积极争取他的加盟 据传倒夜在决定发表FA宣言之前 养乐多队有开出2年2亿日元的合约要将他留下 当然最终倒夜或许是被火腿的诚意感动到了 也或许是没能出国至少要有远走他乡的感觉 最终他和火腿签下1年6千万日元的合约 05年球季的春训 刚加入火腿的倒夜 就对整个球队练球的欢乐气氛感到惊讶 这只有新壮刚志所带起欢乐气氛的火腿斗士队 也为倒夜之后的球员生涯带来巨大的影响 他先是在加盟火腿的第一年 就搅出2成71打击率15支拳壘打安75分打点的成绩 隔年更在新就任的打击教练 弹口限制的长达改造下 再度打出超过3成的打击率 并打出个人生涯最多的单击26红的表现 这年倒夜主要担任5棒打者 也完美地达成了掩护4棒赛吉诺鲁的任务 加上3棒的NVP小力元到大形成可怕的中心打线 外加性壮刚志隐退宣言的团队buff下 火腿靠着头打俱佳的表现 拿下该年的阳帘优胜 在季后赛上 倒夜其实表现不太理想 只有一支安打 不过这支安打出现在关键的第二站九局下 并靠着身本希泽的精彩刨蕾 让火腿队是睽違25年再次前进日本一 而这支再建安打也让倒夜在日本一大赛上打出气势 他在三四站连两场开轰 以3x53的打击率和全队最多的7分打点 拿下系列3NVP 带领火腿队拿下了日本一 07年球季 火腿在一口气走了新装和小力元两大球星后 倒夜扛下了火腿队堪板球星的重任 他也在这年留下个人生涯最高的3x34打击率拿下打击王 176支安打和39支二雷安打也都是全联盟最多 而且他还有着3x50的得点圈打击率 几乎可以说是靠他一人撑起了全队的打击 带领火腿队连续两年拿下联盟优胜 只不过这样的好手感只延续到了高潮系列赛上 在日本一大赛上 倒夜在无场比赛只集出了一支安打 没能复制去年VP的表现 火腿最终也以1-4败给了中日无缘日本一连霸 2008年球季 倒夜依旧维持高档表现 再次打出超过三成打击率和二十轰的表现 他也在季中入选了北京奥运的代表队名单 日本队在预赛时 四场胜利中有两场的胜利打点就是由倒夜打下 对晋级决赛圈有的巨大的贡献 而日本队最终在决赛圈失利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08年球季结束后 倒夜再次取得FA资格 已经习惯了北海道生活的倒夜 直接选择和火腿续约 以两年六一日元的薪资留下 09年初 倒夜以正宗最年长的身份入选了今年赛的代表队 他不仅在日本队开幕战就担任队上的四棒打者 整个赛会9场比赛出赛8场 打出3成18打击率的好表现 同时在赛会一七楼的打击状况低迷时 作为老大哥的倒夜也不断在场下给予鼓励 最终一七楼在决赛顶住压力打出自胜分 倒夜的心理支持真的也是相当关键 回到赛季后 倒夜也没有受到今年赛的影响 依旧打出了三成打击率的好表现 在4月时还留下了连三打击全联打的记录 而当天他和板神的金本之线在同一天连三打击开轰 也创下了日本职棒首次的罕见记录 这年火腿也在MVP打比秀的带领下拿下联盟优胜 可惜最终以2比4败给巨人队五元拿下日本一 2010年球季 即将要满38岁的倒夜或许是受到了年纪的影响 开始在赛季出现较明显的低潮 同时在秘境嘉南、杨戴刚、钟田翔等新人外野手的加入下 倒夜的守备位置也逐渐被挤到了一壘去 2011年球季 倒夜开始主要担任DH和一壘出赛 开季状况维持得很不错 可惜和去年一样在6月左右开始出现明显的低潮 最终整机是留下2成62打击率和12只拳雷打的成绩 2012年球季 倒夜在开幕战就有萌打赏的演出 几乎大半个赛季都维持在3成以上的打击率 还达成生涯2000岸的里程碑 是日子史上第39人 完全看不出是个即将要满40岁的选手的表现 虽然长达能力和全胜时期当然有着落差 但依旧能为球队打进61分打点效率十分惊人 在倒夜的带领下 火腿再次的拿下了杨莲优胜 还在高潮系列赛上将软淫3比0很少出局 日本大赛上 倒夜更是打出3成9亿打击率的超高档表现 其中还包括一支第三战的制胜拳雷打 只不过最终在6场后不敌巨人队 倒夜只能拿下感动选手赏 无缘日本一和系列赛MVP 2013年初 倒夜再次入选了今年赛的代表队 上次已经是正宗最年长 这次更是成为日本代表史上第一位超过40岁的选手 赛会上 倒夜7场出赛 打出2成86打局还带有一支拳雷打 在攻守两端都是有着稳定的发挥 最重要的是还有着能稳定军心和激励士气的气氛加成 这也是日后他能成为日本武士队监督的主因之一 不过回到赛季后 倒夜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低潮 前十五场比赛 50个打数只出现四支安打 到了比赛的中后段 状况也没有明显的喜色 整季三度上下一二军 是倒夜转队到火腿以来 第一次因为受伤以外的情况下到二军 最终整季只留下2成03的打击率 2014年球季 虽然经历了去年的低潮 倒夜还是决定以选手的身份再拼一年 不过开季打了两场比赛后 就因为膝盖伤势 需要动手术而再度进到上边名单休养 7月回到球场后 处于大换血阶段的火腿 也没有太多出赛空间给这位即将要满42岁的老将 最终倒夜决定在9月 宣布将在球季结束后引退 而这年的火腿摆脱了前一年的垫底位置 以第三名的战绩闯进了高潮系列赛 倒夜虽然继赛状况不太理想 但立善监督还是将倒夜带进的名单中 希望能再次借助他丰富的大赛经验 而倒夜也真的在关键时刻 再次产现他的招牌能力 首轮连续两场代打出赛都打出安打和打点 第三战的追评分打点 更是火腿能够晋级的一大关键 可惜在第二轮的最后一战 没有能出现能够让倒夜发挥的场面 最终在林比斯落后的9局上上场代打 提出一颗捕手上方的飞球 结束他球员生涯的最后一个打席 而最终虽然火腿没能继续晋级到日本大赛 不过赛后倒夜和同一年宣布隐退的金子成 也接受了两队选手的同上欢呼 并在选场的球迷见证下 结束他们璀璨的球员生涯 隐退后的倒夜偶尔会到电视台担任球评 随后在日本武士队中 接连担任球队重要的教练职位 他先是接下了15年12强 和17年金典赛的打击教练 随后担任17年亚冠赛 18年U23 19年12强 还有东京奥运的日本代表队监督 并带领日本队在东京奥运将金牌留在日本 并在这之后卸下日本代表监督的任务 正当大家都在关注倒夜是不是功臣身退 准备要回到火腿担任监督时 没想到身份直接是高了一个档次 倒夜接下了火腿队GM的职务 目前在他的指挥和金装监督的调度下 火腿队正在往一个不错的方向迈进 相信以倒夜的人格特质 一定能继续带领球队再创夹击的 最后来聊一下倒夜这名选手的特征 如开头说到的 倒夜一直以来都是非常认真练习的选手 但和天才来说总会让人觉得还有这么一点差距 不过倒夜其实在很多地方是有相当过人之处的 像是新装就曾称赞倒夜是个打内甲球的天才 另外倒夜在到了火腿之后 也变得特别会打变化球 尤其在09年还曾创下对内甲变化球 高达3x59打击率的纪录 同中位置的变化球打击率更是高达5x68 森本希泽更是直言他是全世界最喜欢打巨球的男人 而除了打击 倒夜在手背上从进到职棒前没守过外野 到后来可以连续拿世界的外野金手套 还曾创下联盟外野手补杀第二多的记录 06年也和新装和森本一起同队三人拿下金手套 对当时火腿能拿下优胜绝对是一大关键 12年转向一壘之后再拿下一座金手套 更能看出倒夜在手背上的态度 毕竟手背这种东西绝对是要靠不断练习来精进的 另外倒夜虽然生涯的倒壘次数不多就74次 但其实跑上一壘只要3.96秒 让三壘的最快纪录是11.45秒 虽然倒壘次数不多 但每次跑壘时的态度绝对都是满分 倒夜在每局攻守交换时 也总会全力奔跑到定点 不仅让球迷印象深刻 也完全能看出他对比赛的态度 一直以来都对棒球这么的认真 这也对后来当监督时期有着重大的帮助 像是三点哲人就曾说过类似 只要倒夜监督开口的话 他就一定会加入日本代表之类的话 最后再讲一个倒夜的贴心小故事 在06年时 火腿球迷为倒夜设计了专属的因缘方式 也就是著名的Inaba Jump 这个因缘方式的跳动会造成周遭 有着3到4级地震的震动感 还存在2011年 因为太接近311地震 怕这个震动太敏感而被禁止过一段时间 倒夜也曾对这个因缘方式说过 为了不让球迷有跳到一半就结束的失望感 非必要时刻他都会刻意的不打第一球 连这种小细节都这么贴心 也难怪会有这么多球迷打从心里喜欢倒夜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 喜欢我的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拜拜